欸 杏鮑菇有什麼做法呢 欸 不用擔心 今天來就拉一個不一樣的 沙茶杏鮑菇 一鍋搞定 真簡單 歡迎收看吳秉承 陳輝鑽廚房料理頻道 我是吳秉承 最近呢大家一定常常在家裡煮菜 煮菜過程到底怎麼去做變化呢 如果我買了一包 杏鮑菇 欸 杏鮑菇有什麼做法呢 欸 不用擔心 今天來就拉一個不一樣的 沙茶杏鮑菇 這一道的食材有 杏鮑菇三條 蒜末10克 薑末10克 辣椒片10克 蔥段20克 九層塔10克 這一道呢我們先把鍋子的那個熱度先把它拉高 杏鮑菇下鍋的時候不要放任何的油 先把它乾繞一下 這樣子本身杏鮑菇的香氣就會非常的足夠 杏鮑菇的料理其實非常多種 像上次呢我們也有做過這個照燒杏鮑菇 上面有個連結你也可以進去參考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做法 杏鮑菇的香氣出來之後呢 再把蒜末、薑末、蔥段放進來 先乾邊一下 不要急著就把油淋進去 因為杏鮑菇它本身很會吸油 那也不要忘了我們等一下用的是沙茶醬 沙茶醬本身有一些油脂 所以你這道菜呢你就不會像以前我們在炒那個沙茶料理油膩膩的 這時候我就把火關掉 因為這時候要下沙茶醬進來的 沙茶醬本身有一些油脂我也把它淋進來 這個時候其他的調味料 胡椒粉、糖、米酒、素蠔油 加進來之後呢再把火打開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在鍋子裡面乾燒把它就燒光了 好這時候你就快速的拌炒 然後再加少量的水進來 大約50cc至100cc左右的水分進來 那這個水分主要就是讓你的醬汁鬆和一下 也讓杏鮑菇稍微微微一下下 這個時候把蓋子蓋起來 讓杏鮑菇稍微入味一下下 時間不用太久 來冒煙了 打開 拌炒粥汁 九層塔進來 辣椒片進來 洗鍋前亮一點點的香油 哇 開胃好吃的下酒菜 哇 香噴噴 我們來看看吧